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全新的系列作 FF15的制作人呢 宣布说现在的作品 已经在最后的制作阶段了 那么预计是在今年就会完成 玩家们很快就可以玩到咯 哇想必呢 这对玩家们来说 就是最好的新年礼物了 赶快一起来看本周的新Game报道 光荣测库膜备受期待的漫画 改编动作游戏新作 近一集的巨人 既先前公开可以操作巨人化爱莲 以及调查兵团其他成员的情报之后 就在最近 一口气公开了许多系统细节的解说片 让大家深入了解这部新作的玩法哦 首先来看看有关立体机动装置的示范 立体机动装置能够射出钢缆在空中前进 并且借由喷射瓦斯来进行细部的操作 而作战用的瓦斯和刀刃是会逐渐消耗的 所以玩家必须要跟原作一样 随时掌握好这些道具的残量 才能够顺利打倒巨人 那该怎么对付巨人呢 示范影片中展示了对抗巨人的基本技巧 例如砍断巨人手脚 剥夺移动或战斗力的部位破坏系统 以及针对弱点后紧肉一击必杀的玩法 玩家可得要充分掌握这些技巧 不然可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残酷的战场上活下来的哦 接着则是伙伴协力的系统 在游戏当中玩家将可以在战场上 与四名队友一起战斗 队友会听从指示行动 例如直拍他们进行洋宫作战 来引开巨人的注意力在刺激行动 而藉由完成绿色烟雾弹地点上的副任务 玩家可以取得更多的战力和物资来对抗巨人 在熟悉了基本系统之后 最后则是由人类最强士兵的李维兵长带来的高手示范 大家可以看见在游戏当中李维兵长那一点都不输给原作的灵巧动作 以及能够在一瞬间斩断骑行种手脚和后颈肉的帅气连断 甚至也有快速换刀以及在摊方箭竹中自由出入灵活斬杀的美技 如果你也想要亲手重现这样的英姿 那么就千万别错过2月份发售的《晋级的巨人》啰 由卡普控与全新游戏共同合作研发的《魔物猎人 Online》 终于在上个月在大陆展开公开测试啰 看到游戏的第一眼 很快就能够发现与系列作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魔物猎人 Online》整体画质上拥有突破性的进化 不管是狩猎场景或是每只魔物的毛髮等等 都是以现在主流的1080P的画质所打造而成 细致度堪称是力来最高 而这一点想必也是许多猎人们所引颈期盼的吧 而这项优势在狩猎的部位破坏时也更能够凸显出来 让猎人们一眼就能够得知破坏的状况 同时每次的攻击都会出现损坏血量 玩家可以依照状况来选换攻击部位 这也是以往系列作所没有的特色喔 在操作上 《魔物猎人 Online》以往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老猎人都可以轻松上手 比较特别的是 以往因为三猫就结束狩猎的设定 在有了猫车券之后 就不用再担心自己就是第三猫的老鼠屎啦 除此之外 以免月费商城制营允的《魔物猎人 Online》 也融入许多线上游戏的特色 像是开放素材交易 让玩家更容易制作出强力的武器 对付强大魔物 而装备到顶级之后 也可以使用冲装系统 增加武器的伤害值等等 目前游戏只开放了包括 骗手、太刀、大剑等八种武器 不过相信随着未来的改版 也会陆续加入更多武器 以及众多的魔物让猎人们来挑战喔 你见过用机器人来战斗的魔法少女吗 这款号称达到新境界的RPG 在迷宫地下死去 将会让玩家见识将这两种元素结合的游戏喔 本作的舞台设定在一个拥有名为 魔械式职业的世界 这些魔械式能够操作和维修巨大的守卫者机器人 并且利用它们来进行战斗 而在某日为了拯救世界停止自转的危机 五位美少女魔械式必须打倒魔械都市中 四座塔的守护神们 重新启动魔械都市的功能来拯救世界 游戏的玩法基本上是采用迷宫探索的半回合制进行 魔械式和守卫者两人将共用回合随时可以切换有角色行动 即便守卫者被击倒魔械式还能够继续战斗 就是等于有两条血量喔 有趣的是虽然魔械式的技能是固定的 但守卫者能够进行更换和改装 击败一些强大的守护神之后 就能够将它变成守卫者并签约 随时更换他们出来战斗 之后更会取得守卫者专用的装备 甚至帮他们装上核心魔石来启动特殊能力喔 如果你是喜欢魔法少女和机器人元素的玩家 就赶快来尝试看看这款作品吧 2010 年发售的假想科学冒险游戏 《命运时之门》 借着结合时事独特而又具有深度的内容 让许多玩家为它的剧情深深着迷 不仅是近年难得的ABG大作 更横跨多平台 改编成动画、小说、漫画等等 在众玩家阴阴其盼之下 这款正统续作《命运时之门0》 终于在不久前推出囉 《命运时之门0》 承袭了本传的ADV玩法 同样是以主角刚部轮太郎的试点来进行故事 玩家这一次将使用如同通讯软体LINE一般的方式 来和同伴们互动 在剧情上 0自然是接续自《命运时之门》的故事 不过这一次的剧情发展 可不是皆在玩家理想的真结局之后 而是以女主角不在的世界 BETA 世界线为舞台 描写因为无法拯救女主角 陷入悔恨和绝望之中的刚部 与伙伴们的故事 可想而知 剧情绝对是比前一代更加沉重灰暗的喔 那位应该不存在于BETA 世界线的女主角 为何会以AI的方式登场 神似女主角 丧尸记忆的迷样少女 又牵动了世界的什么命运呢 就全看玩家们能否解开世界线之谜 到达命运时之门的比刀囉 虽然对台湾玩家来说有些陌生 不过说到Ruinscape这款网页游戏 在欧美可是相当受到欢迎 甚至还曾经被列入玩家人数最多的 MMORPG作品呢 而现在要介绍的这款新作 就是以Ruinscape为背景设定的卡牌游戏 编年史 卢恩传奇 有编于一般同类游戏 是运用生物或法术卡来攻击对手 卢恩传奇则采用比较间接的战斗方式 玩家要在关卡中依序放置自己 会遭遇的怪物卡或是资源卡 再透过打倒它们或支付金币 来取得额外的资源以及能力 像是野蛮人战士这张卡 有5点攻击力和3点血量 打倒它之后就能够获得一块金币 以及一把武器 接着后面就可以放置更强的怪物 或是需要金币的卡片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过程中也要利用卡片的特殊效果 攻击对手取得胜利 在抵达终点前 要是尚未分出胜负的话 最终双方就会互相直接攻击 直到其中一人倒下为止 游戏目前还有4种不同的职业可以选择 而透过战斗以及完成任务 也能够获得更多可以购买卡包的代币 或是合成卡片的材料 借此扩充自己的牌组 创造出更多的战术哦 长青线上游戏魔兽世界就在上个月底 举办了在台港澳上市10周年的纪念活动 那当然活动现场有非常多热闹的活动 让玩家们可以一起同乐之外 知名的激造影片团队 AFK PLAYERS 也为了这个10周年的纪念活动制作了5部 以音乐剧方式呈现的纪念影片 哇里面非常的精彩 有包括像是任务篇你就是超重要 还有呢 换了起玩家们没好回忆的还记得第一次 那另外呢也有和赴门冒险有关的只要你钓宝 那如果你有玩过魔兽世界的话呢 你就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有共鸣 那如果玩家们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到网路上找来看看 很有趣哦 赶快来看本周的ACG大百科 COPCOM旗下的招台横向动作游戏洛柯人系列 绝对是游戏发展史上相当重要的标杆之一 影响了后续众多开发者与作品 也带给无数大小玩家们难忘的回忆 就算是在他诞生将近30年后的现在看来 也依旧是丰采不减 今天的ACG大百科就要带大家回到系列作的原点 温习原祖洛柯人的第一款作品哦 于1987年12月17日 在FC红白机上所发售的洛柯人 将故事背景设定于2003年 由莱特博士制造的家庭用机器人洛柯 因为不忍心看见自己的机器人兄弟们 被邪恶的威力博士所控制 用于恶徒 因此自愿接受改造 化身为战斗用机器人 也就是洛柯人 化解世界的危机 虽然ROCKMAN这个名字 常被日本玩家戏称为炎男 但是实际上把ROCK 和他的机器人妹妹RO 加起来的ROCK&ROLL这个单字 也就是音乐类型的摇滚 才是真正的由来 至于海外版之所以会改名为MEGA MAN 其实是因为当年的美国卡普空副总裁 不喜欢ROCKMAN这个造法的缘故喔 另外一件玩家们可能不清楚的是 就是总是被大家称为 洛柯人之父的道船晋二 其实在初代当中 只有负责人物设定 真正的企划与制作人是他的老师 北村林 之后才主掌洛柯人系列作品的道船先生 说起来其实比较像是他的养父喔 再把话题拉回到游戏本身吧 洛柯人的游玩类型是属于平台动作 也就是类似超级玛丽欧兄弟的模式 突破各种机关地形 发射子弹打倒敌人 并且在关卡的最后与头目对决 取得优胜才算过关 话是这样说 但初代洛柯人真的超难 即使因为会妨碍销量的疑虑 在上市之前就调降过一次难度 但是在硬派游戏林立的当年 还是获得了相当具有挑战性的评价 敌人与地形的配置非常刁钻 等着将你打落悬崖 而且洛柯人虽然在受伤之后 有着短暂的无敌时间 但如果这个时候掉到尖刺上的话 还是会瞬间灰飞烟灭啊 除了关卡之外 镇守在最后的头目 也是各个伸手矫健 速度与威力 高出咱们小洛克一大截 半强迫玩家要运用特殊武器的系统 找寻哪一种从别的头目手上抢来的武器 会有相克的效果 这个系统的发想 其实是来自于猜拳的规则 而且原本六大头目之一的剪刀人 才是大家要操纵的主角 不过为了让气力人的石头 能够刻他的剪刀 使系统成立 所以只好让他退居到关卡头目的位置咯 一路看到这里玩家们应该都会发现 原祖洛克人 其实和现在大家熟知的洛克人有不少出入 除了最显而易见的 头目只有六位而不是八位之外 他也是唯一采用计分系统的一代 还有这时的洛克人既不会滑垒也不会遗弃 更没有忠犬莱希与神鸟比特等等好帮手 不过这也真的是因为有了一代优良的基础 才让这些陆续加入的要素 成就了洛克人这一系列的经典作品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也觉得手痒 想要打开游戏再破他个几轮了呢 这个礼拜的电玩瘟除了节目本身之外 其他的单元也是一样精彩哦 像是会介绍很多趣事的幕后花絮 还有本周的手机游戏 那如果你透过了上个礼拜的 潜龙点影系列回顾还有直播的话呢 点一下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内容了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消息 那哈姆特 电玩瘟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